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以前是做生意的吧 做过 这是说起做生意呢 应该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二十年前 老前辈 不敢不敢 那您说 曾经自己开过三个餐厅 三个 三个 一个开完了关掉又开一个 不赚钱又关掉又开一个 这样 三个餐厅 第一个餐厅是家里给了一些小支持 然后也是年轻气盛 然后就想实现一个年轻人的一个豪华梦 当时也是更好临改革开放 满马路没饭馆 在北京开的 然后没饭馆 然后我就做了一个盒饭 这个盒饭当时在我们上帝 他现在等于写字楼刚刚建成 配套设施都没完备 因为当时我还在之前 我做过一年保险 然后销售能力就没问题 推门就进 直接就奔前台了 您好 需要盒饭吗 就是那种地毯式的 最初级的二十年前 这么一个销售手段 盒饭小王子 盒饭小王子 可以这么讲 感谢老师给的这个名字 雅浩 之后盒饭当时很好 每天的流水是四千 就已经觉得很满足了 二十多岁的我就膨胀了一下 又有车又有电话 拿着在马路上就开始有点 不知道自己姓什么的感觉了 然后摔倒了 就赔了 没有半年赔了 赔了一个卷干毛巾 男人不能膨胀 还该的表情 且行且珍惜 是 是这样 然后不甘心 不服输 我还得再开一个 第二个餐厅开始了 是和同学合伙 同学合伙之后 这次有合伙人了 有合伙人了 原来没合伙人 原来没合伙人 就有合伙人了 同学们 主意太多 张三一个主意 李四一个主意 王五一个主意 没几个月就关门了 第三次 我就 就是 想方设法 就得把这事 还得干成了 然后 我想 我再找一合伙人 再找一合 再坑一个 再找一合伙人 我再说 怕大家能笑话我 这个 我找的是我妈 你妈真勇敢 找的是我妈 我想 这一合伙人 不能再跟我有一件分钟 这一合伙人 都不能再坑我 你这是到了 山穷水晶的地步 对 怎么了 干怎么样 干到我 到第二个月的时候 我必须要求关门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了 因为我妈呢 就是属于那种 就是传统教育的一种母亲 怕孩子受累 自己干 怕厨师受累 自己干 这就是妈妈 怕这个 这个 这个 省成本 自己干 省成本 那个那个时候呢 我记得我流着泪啊 看着妈妈那种感觉啊 这个一个月 瘦了又二十斤 所以我说 这事要再干 我不能跟我妈命 搭上了 还算是有效性 就这么一个情况下 我说必须关 就得关 挣钱吗 不赔钱 也不赔 也不赔 不赔钱 一点都不赔钱 又创业失败了 就在我的执拥下 就给关了 关了以后 我就思考了一段时间 我直接就选择了 做一个餐厅服务员 从头干 从头干 从头学 摸一把金眼出来 摸一把金眼出来 这还算个爷们 我一二二多岁 我怕什么呀 从头来的 从老板 电影服务员 心里有落差吗 没有 没有 因为我从来就没把我 当成我老板 服务员干的怎么样 服务员呢 我在两个月的时间 我在这个整个传菜部啊 我就发明了一个 片鞋 鸟 鸡鸟 上菜法 啥意思 再说一遍 片鞋 片鞋 红片鞋 红片鞋 塑料的 红片鞋 就是出溜的一下 能出溜出去的 那菜不会撒出来 不会 当时呢 因为我们在传菜部的时候呢 全是二十几岁的孩子 就从这个传菜法 大家一快乐 轻松的工作当中 然后呢 增加了传菜速度 增加了顾客的这个满意 还锻炼了身体 锻炼身体 可以这么说吧 挺好 然后你就升为了店长了 升为了主管 主管 经过又半年的时间呢 升成了店长 不错 你生来是打工的料啊 是 不是做老板的料 是 您今天来面试的是 总监 副总经理 哪方面的总监 项目的策划执行 然后营销的策划与实施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资料 这张图片呢 是我精心为各位准备的一个 我的这个思路 多元化 全产业链 思维整合 我做了三个镜头 一个呢 是这个美丽盛装 我们在换衣服的时候 总是把这个顾客当成上帝 可是我们做了什么事呢 就给顾客一个小吃衣间 我们能不能给顾客一个沙发 让顾客带着孩子 带着老婆 带着老公 坐在沙发上 看着妈妈 换着衣服 是吧 在这个沙发上的时候 他又会了解 相关产业链里的消费 然后做一个呢 软性推销 我理解一下老 他在做一个这种 跨行业的一个联盟 对 比如说今天 全产业链整合 今天我去族域 然后呢 他旁边说 我也给你推荐个保健品 对 保健品的商家 这个跟你们有关系吗 我觉得他找错地方了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创业项目 而不是来 来这里应聘 我觉得这个跟今天招聘 没啥关系 宋总 我们已经很安静的 听了这么久了 您有很多想法 也有很多思路 很用心 但是 凡事都怕说但是 但是呢 我们看了一下您的教育经历 和之后的一些直立 我们感觉这个话题 我们建议您不要讲下去了 应该是您暂时驾驭不了的 找自己擅长的领域和方向 好吗 好 谢谢 我想问一下 那个 为什么不第四次创业了 为什么不第四次创业 是因为这个 觉得自己不适合当老板 还是自己的问题 还是这个 怕了 第一不是怕了 我觉得我懂得了自己的渺小 也就是说 我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 这个 把我的思想 表现给大家 而且表现出我平时工作的样子 甚至于千功 是我懂得了 自己的渺小 这句话我还是很配 请教一个问题 您工作的这么长时间内 您觉得您对您的下属 做的最残酷的事是什么 或者说 开过人吗 好像听下来 您一直是一个 跟对下面沟通都是很好的 我的记忆里 还真是没开过人 因为我都是 你不愿跟我也可以走 我是这种领导方式 你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 我感觉下来 就是宋大哥 好像是任性有余 那么刚性可能是有一点不足 那么我们在公司里面 做管理 尤其是总监层 副总经理层 在这个层面上 还是要果敢一些 对于上面也好 或者是对于下面也好 这是更加负责任的 或者更加长期负责任的 一种态度 就需要能够 恩惠病师 刚犹病剂 他只有那些 更多老好人的特征 没有铁 铁出来那种狼性的一点东西 只有柔情 没有铁石 是这意思吧 因为在我们餐饮行业里 我们是把所有的服务员 都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看 实际上新媒体行业 可能要是一些狼性的 这是他这个行业的特点 但餐饮行业不是这样的 第一轮时间了解了你很多事 但其实没有得到太大的收获 您总结一下您这个人吧 我觉得我是企业的润滑油 你是企业的润滑油 我觉得我是一个真正的 把一个想法实施下去的那个人 是有执行力的人 对 我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的人 好吧 因为学历只能代表我的过去 学习力才能代表我的将来 但其实你的学历 在这漫长的工作过程当中 你完全可以补上的 很多年了 你也没补对吧 您要求薪资是多少钱来的 两万家 两万家 除了总监和副总经理之外 别的干吗 也可以考虑 也可以考虑 有地域限制吗 还是在北京 在北京 如果是我父母百年之后 我可以哪里都可以 你不能说把这个父母百年之后 我们希望他120岁200岁 来第一轮选择去口里 发动量 不沮丧 没有 没有 你觉得灭灯是什么原因 总结出原因来是最重要 我倒是非常希望跟您学习 问我啊 那我还是问他们吧 好 你说 我觉得第一 做管理层的话 一定是不能做 我们心又忍耻 但是手不能软 但是这个太太老 还是缺乏刚性 缺乏刚性 他刚才强调他的执行力嘛 但是我听下来 他的执行力完全是执行 他自己的想法的执行力 而不是执行公司的战略的 这个执行力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 可能是我不想看到 没有清晰的自我定位 对对对 所以这到他跟老板之间 矛盾很大 肯定会有矛盾的 还有吗 我给个建议吧 这个宋大哥可能 第一 对我们今天的行业 不太了解 这不是互联网行业 然后你这个求职方向 或者说卓业方向 可能还真要调一下 但也没办法去做创业 因为确实讲了很多例子 但是我觉得一定要 把那个动作来低一点点 因为你之间拿两万 大家一定会 根据两万去做你的考评 但以后降到几千块钱 咱们找一个设计合作 合伙 我可能还有很多谈的可能 今天的失败不代表 你没有找到口 可能需要再调整一下角度 那为什么我在同行业里 随随便便的 就可以找到 一万五到两万的工作呢 今天不是你的同行 而这很强我呀 因为您有那么多年的积淀 所以我们建议您 还回同行业去发展 真的 对您来说机会很多 如果要这样的话 就太感谢您了 有一句话就走错场了 走错场了 他如果去纯粹 从他一个经验 去这种传统的 这种参与企业里面 可以找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工作岗位 但是真正你要 从他的这个创业 到最后又作为职业经理人 最后一个人褪别的话 使他内心深处一些想好 所以说咱们 在赞开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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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你需要大家 还是要不要